花莲车站因为0206地震造成地下道的圣水 在最近终于是招标成功了 也贴出了地下道圣水改善工程 从10月12号开始 往后站出口通道要暂时封闭的公告 不过因为这个公旗适逢全民运赛事 县政府在8号生活特别前往车站协调 希望可以延后封闭的时间 而花莲车站和施工单位决议暂缓同意 10月23号再封闭施工 近期花莲车站贴出公告 指出地下道圣水改善工程至10月12日起 至11月11日止 往后站出口通道暂时封闭 统一由前站出站 然而10月17日至22日 花莲将举行全民运 预计将有15000名选手与游客涌入花莲 为了让人潮分流 花莲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 警察局长蔡丁贤 8日上午前往拜回花莲车站站长林德香 商讨延缓公期避开全民运期间 原本决定在10月12号 就是国定假期结束以后 原假结束以后 开始封闭施工 那因为我们全民运是在 10月17号到10月22号 那我们为了配合这个 也跟施工单位做了一个协调 就是让它改变工序 就是先做外围 外围周边的水沟排水工程 那地下道封闭的我们就连在那个 全民运结束以后才开始封闭施工 那尽量在这个 旗程把它缩短 参赛的选手呢 到时候的动向呢 会以所谓的后站 现在所称的西站这里的 为主要的通道 如果这里封闭的话 那所有的参赛 现在一万多个人 必须都从前站来进出 会影响到整个交通的动线 和这些参赛 以及旅游的这个游客的不变 那今天我们跟 华联站站长林站长的沟通以后 真的很感谢他们 也大力的配合 他们也同意答应 整个工企员到23号 10月23号以后再来施作 让我们的赛事呢 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站长林德香表示 盛水工程一度流标 近日终于招标成功 才开始动工 但既然适逢全民运 也与施工单位决议暂缓 先以排水沟改善 等周边工程为优先 地下道工程将延后 至10月23日再封闭 届时会开放旅客从三楼进出 并承诺会以最快速度完工 期盼尽快还给旅客顺畅的动线 记者长邦彦华人士报导